哈囉 大家好 我是魔人 今天跟大家介紹一個 新手非常重要的活動 首先這個活動叫做 打開食慾之門 會有三隻低級魔物 打完之後會送一張餐券 幸好的話會有五張 最不幸的應該也有一兩張 像我現在這樣就不幸了 最重要是可以拿到低級素材 當你可能要製作一些R7、R8的武器 也需要用到 因為前期的武器 也需要低級素材來製作 記住啦 這個活動到29日便會結束 雖然大家按進去活動 可能也會看到這個活動 但可能也會直接無事 始終你會覺得是低級任務 打不打也罷了 但我試完之後是可以的 重溫這個任務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可以打到餐券 第二可以打到低級素材 第三可以升HR 非常快 雖然我是190HR 但我打一場也有五分之一 如果一分鐘來說可以打到五分之一的話 其實也是相當不錯的了 我打的過程就不放出來了 其實也蠻容易打的 但我會分享一下我套倉 如果大家對輸出斬斧有興趣的話 可以按暫停看看吧 今天到這裡 大家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接下來也會有更多網坑的資訊 謝謝大家觀看 拜拜 強烈rant就是要旁邊會 且看更多小漫股 推廣坦 레 fuel